好然后也是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一节课的上课的一个内容就关于到底这一节课到底讲什么 呃讲咱们的这个呃例会动态的一个张力 呃不会不会所有课都停的哈 就是呃就是我也希望能够把我手上的课所有的课都带完 但是但是就是因为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个原因啊 我估计你具体也是知道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导致是说呃可能我就把我在职的这一段时间的课 我能上的都去给他上了 是这样的 然后至于我不在职的课我就没有办法上了 就是这个课我想上我也上不了 就相当于是说我已经被踢出去了 明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那这个的话就公司肯定也不会再让我上 那么他可能就会去找其他的老师去给大家接着去上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不会停 因为你要想一下就是大鹏的话他是有很多的一个学员在的 他肯定是想要去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就是虽然这个没有官方的一个通知哈 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 呃不过我觉得的话他肯定是会想办法找一些老师来给大家把这个课程给上完 因为如果是说不上完的话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存在 所以他他他学校那边是肯定会有安排的 但是具体什么样就是高层的领导的一个决断了啊 就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接触到高层那一边 因为我就只是底部的一个讲师这个东西 明白了吧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之后的话 呃你也你其实如果说有一些问题也可以来找我 呃因为就是因为因为开开你跟我的话啊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我感觉只要有我的课你都会来听 所以其实呃学员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比较久的 所以你其实如果说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来问我的哈 还是可以来问我的 只要我有空我肯定会回你好吧 所以我我只能我只能说我尽力去把我最后的工作都去给他做好 好我就先说这么多啊 你要是再有什么再有什么那个的话就你可以再问吧 喵大都辞了 他他不是他不是公司辞退的啊 他是自己自己走的啊 他是自己走的 他是因为一些原因离开的 但是不是公司的原因啊 就是虽然公司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的糟糕 但是我也只能说一声 他的离开跟公司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哼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好然后我讲一下这一节课哈 呃我们这一节课的话是讲这个立会动态的张力 呃他其实的话呢也是基于人体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去讲他的呃但是这里的话要跟我们之前日系课程的人体的一个东西的话 你要跟他区分开 我们之前的日系课程 他可能是更多的让大家去了解我们人体上的一些基本知识的一个框架啊 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个体块如何去建造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肌肉的一个起伏 对吧 他是属于一个教大家如何去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体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 那我们这节课跟之前的这一个人体课的话 他会稍微再多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在张力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人体 你怎么画都可以 对吧 你把只要你把结构画对了 你把它大体的这个位置画对了 那你这个人其实就OK了 但是我们再去画一个立会 画一个人体出来 画一个人物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想要让我们的画面更有一个看点 更能够吸引观众的一个助力的 是不是 所以那这个时候的话 在人体方面的话 我们就要去注意到张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说白了 就是处决 就是取决于一个 就是他动态的 那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观感 你想想看 你平时在拍照的时候 你是非常板正的站在这个摄像机面前去拍 会显得比较好看 还是说去做一些比较搞怪的动作 或者是说那种 比较浮夸的一些动作 才会 才会是说比较好看 比较吸引人注意 还是说比较上进 这肯定很明显是那种比较动态一点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去画立会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 道理 好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在正式开始讲之前呢 要先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人体学习中的一些常见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错误的一个认知 很多同学在去画这个人体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点点那种不自觉的去给自己洗脑 就总觉得哇 人体这个东西好难呀 又要去记 又有骨骼 又有肌肉 还要动态 然后我还要 还要怎么怎么画 我还把体积画出来 然后就想着想那的 然后就把这个人体想的特别的难 然后自己画出来 可能因为基础很薄 画的比较少 就画的不好看 然后就至此之后呢 就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打击 然后再也不想去碰人体这个东西了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大头画师 永远都 永远这个画布 永远都是画了一个脑袋 一个可能最多不够画的肩膀那一块 就没了 就画这么多 然后其他的剩下的下半截身体那边 就不敢再去画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点哈 我们在去学习这个立会 学习这个人体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肌肉结构 都给他备注 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去记什么呢 就是他影响 影响这个外轮廓的 肌肉结构 然后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是去既影响外轮廓的一个肌肉结构 就OK了 我们不需要是再去给他 把一些就是 你可能根本就画不到的一些肌肉 给他记住 我们又不是去学医 也不是去学解剖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是说 把这个外轮廓变化上面的 啊 我们在画的时候 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一些肌肉 去给他记住 就OK了哈 啊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去注意到的一个东西 啊 就是 其实你仔细的去看一看 就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人物的 例会 他所涉及到一些肌肉结构 确实就那么几块 就那么几块 所以他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哈 然后第二个点啊 也是一样的 你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误区 就是啊 不仅想要把所有的肌肉结构结住 还想要去把所有的这个骨头的一个结构 都去做一个深入了解 这个也是大错特错哈 这个你你整个的一个方向就都偏了 呃 我现在都还很深刻的记得 呃 我当时发现自己只会画大头 然后下半身完全不会画的时候 我就会深受打击 然后突然就跟打了机械一样 就想要去学习人体这个东西 啊 然后呢 我就 我就掏出一本书出来 啊 然后我就开始去记 哦 这一块肌肉叫什么名字 那一块肌肉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还去记它的形状 记它的起伏 结果我现在反过来去想 就会你就会非常的啥的发现 非常无语的发现 其实我们当时记住的那些 就可能就现在也忘的差不多了吧 就当时你可能想方设法 想去记的那些肌肉 想去看的那些骨头 你在画的时候 完全都就是压根就都用不着 就就很离谱 所以我们只是把一些 需要用到的一些给它记住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这个就是至于到底哪些是影响 外轮廓的肌肉结果 哪些是就是影响这个表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骨头结果的话 这个你们需要去看一下 日系的人体的那一节课 我记得是有讲的 就是我的班上是有讲的 你可以去找一下我的那一期 或者是说看看你 你自己那边有没有我的那期日系 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是就是还是就是不知道 记不住的话 也可以我课上再去进行一个束缚 不过这个就 因为我还要讲虫呢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我就再讲一遍 你清楚了的话我就不讲了 好吧 好 然后第三个点 每个班的都听了吧 好的好的 那应该是知道的 然后第三个点哈 就是这个肌肉轮廓过于歇视 这个也是你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按照一个肌肉轮廓 你每一个肌肉块你都给它画出来 然后呢你去把每一个肌肉的起伏都表现得最为明显 啊就是画成这个样子 你你你就会发现你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态 他跟我们市场上的需求是脱节的一个状态 可以想象一下啊 你看这边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就是日系项目比较比较有的一个项目的那样的一个日系人物例会的一个图 对吧就光拿这一个腿来讲 如果按照一个每一个肌肉的表现特别明显的话 你看他这些肌肉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起伏的 对不对 比如说他大腿内侧 有一个 这样的小小肌肉 开摄像头颅气袖子给我讲的老师都有 还是不会 这个其实人体这个东西啊 他知识点就这么多 知识点就只有那么点 但是他更多的是需要你去画去练 好 然后就比如说你看他这些 有一些很小的这种肌肉的一个起伏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肌肉块啊 这样子鼓起来 然后呢这边是往下凹的 对不对 他是就是他有这些很很微妙的一个起伏变化 然后这边也会稍微有点鼓起来 对不对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你看一下 就是在日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人体风格里面 因为发现他这个地方 没有去画这样的一个人体的肌肉起伏出来 对不对 他就是非常平滑的就直接往下去 以一条弧线去概括了 就没了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了 就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圆润 那为啥呢 就是原因就是在于 其实我们的这个日系的一个风格里面的话 他比较的推崇于一个简化 简化 并且像那种日系的少年少女的话 他会更倾向于把这个图形处理的更加的光滑一点 所以呢 就导致于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人物 人物上面的一些特别写实的一个肌肉 去给他照搬到这样的一个项目风格上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是不符合一个大众审美的 你这个东西可能拿出去 别人就哪怕懂的人可能知道 这个人人体很屌 把一些特别细致的一些肌肉结构都画出来了 这个看得出来人体结构特别扎实 但是你觉得是说 你觉得是说 他们所有的观众都会这么慧眼是珠吗 那肯定不是啊 对吧 他们只会是觉得你这个画的不够美观 他不会在意你画的厉不厉害的 所以这个是你们在画这个人体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不要去照搬你的这个写实的肌肉轮廓 好吧 除非你是画那种肌肉欧美 就是欧美的那种肌肉猛男风 这个就具体的去看你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要求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在去学习这个人体的时候 他会常有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个错误 好那这一块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没有问题 你就刷一个弹幕吧 趁此机会赶紧问哦 因为我们可能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嗯好 然后接下来 就是咱们的这个日系身体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 怎么讲呢 就是我不知道你平时去看这个日系的一些人物的时候 他就是哪一个地方会比较 能能比较就是吸引你 啊 你就会发现他哪一个地方会比较的夸张一些 有没有 就是你看到一个日系的风格的一个人物的时候 啊 他的这个身材会 身体啊 哪一个地方啊 哪个地方他会突然一下子把你吸引住 脸啊 脸这个算 那人体这一块呢 就是动态 人体这一块 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会 马上一下子就把你的这个眼球吸引过去 觉得这个哇 好好好厉害 好有意思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 只有脸吗 天哪 这个 我这个图 摆在这里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呢 头发 嗯 该怎么说呢 好吧 也算吧 也算吧 发型嘛 也算 好吧 就是可能 可能你这个 点还是有点没抓住 肯定是这个身材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标的特别明显了 就是身材啊 啊 我们来看一张图哈 你看 在像普通的这个人类的话 他是怎么长的啊 他是这样的 是不是 就是整个身体都是比较 呃 板正 然后一条直线这样拉下来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比较板正一条这样的一个直线这样子下来啊 整个身体都这样 但是呢 我们再去处理一个 就是日系的一个人物的时候 你如果还这样子去画的话 就会发现就是说 显得这个身体的一个那种信力啊 就不够夸张 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 有点呆呆呆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对吧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在去画一些这种日系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展现一些女性的 呃 就比较妖妖的一些人物的时候 他 他的其实整个的一个 这个胸腔 他是往前面去顶的 并且呢 会会把这个胸部啊 这些位置 就给他画的比较夸张一些 然后就是胸会挺起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胯啊 臀这一块的话 会往外 往后去稍微突出一些 尤其是这张图 那也是特别明显的 你想想看 如果是说啊 如果是说 他他不这样子去画这样的一个动态 他就他就很平常的这样子去画 啊 他就很平常的 就是 就是把这一个盆腔 去给他画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这里 这里是轻微的有一些这个屁股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大腿在这里 是不是 你看你对比一下 啊 你看你看这样子去画 这样这样子去画 和我们 这样子去画 是不是他的那种动态的一个感觉 是非常不同的 很明显就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你的这一个盆腔 去给他往后 去撅啊 去去去拱起来的话 你的整个的一个视觉效果 是会好很多的 对不对 是吧 所以呢 那大家就是在 画的画的时候 就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 动态的一个感觉去画他 啊 我们把这个胸呢 给他往前面去停起来 往前面去停起来 然后呢 去把我们的这个屁股往后笑起来 翘起来 就不会是再出现于一个 就是身体都特别板正 啊 特别单调的一个那种样子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记住啊 就是盆骨前倾 啊 虽然这一个盆骨前倾是一个 就是不健康的词嘛 他他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 呃 有点 劳损了啊 身体有点劳损了 不是很健康 但是他在表现于一个 人物的动态的时候呢 他会 就是更有吸引力一点啊 他就会更妖娆一些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去给他 做一些些这方面的一个夸张化 好吧 所以其实总结下来的话呢 就是像那种身体比较修长 然后呢 苗条一点 然后呢 肌肉的一个体块 不要那么发达 比较匀称的一个人体呢 他是 比较 好看的啊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啊 就是这个盆骨前倾一点 就是动态感 稍微强一点 稍微 呃 腰绕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他可以去把你的整体的一个人体 表现出来 越强越好扩张 是是是是是是这样的 你要是自己不会画 你可以先尝试着去临摹一下 先临摹一下啊 你就可以先从 呃 先从体块画起 然后你再尝试去给他加肌肉那种 好 然后再来 啊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哈 就是顶胯这个地方吧 就顶胯 呃 一样就除了你的屁股可以就是 向后去接 撅一下之外 你可以去把他的这一块 这个这个腰线这里啊 就是翘屁股这样的一个感觉 也可以去给他这样子表现一下 也是可以去把你的 整体的一个人物的动态 去给他表现的比较好看的 那就是那种动态感 表现出来 这个其实刚刚是一个东西啊 然后再来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动态的一个姿势 到底怎么去画 他才能够更加的自然一些 就是不会显得是说 显得就像那种木头人一样啊 很僵的摆个姿势在那啊 看的就很怪 那这里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啊 就是头颈尖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去轻微的摆一下头 不要让你的整个的一个头呢 就就特别正的 立在你的那一个画面里面 就跟拍那个身份证一样 就很怪 所以我们在做画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让他有一些些 这种摆动的一个样子 你可以稍微歪一歪 你如果说透视画不准的话 你可以让他 就是就是正面的 这是正面的一个头嘛 然后这样每个头画完之后 你可以干嘛 这样稍微给他 这样转一转 对吧 稍微让他这样歪一歪头 都好比你单纯的去画一个正面 要更加的好看一些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 时刻要去记住啊 要去三七分四六分 不要平均乌开 就是减少平均乌开 你可以有一些些乌开 但是你不能到处都是乌乌开 明白了这个意思吧 好 所以一定要减少我们这样的一个乌乌开的一个样子啊 你可能稍微偶尔来一点点平均分的东西 我可能还 就是画面上面还看得过去 那你要是到处都是 一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就会很怪 把你的整个画面 显得特别的死板 所以呢 这里啊 就是要注意一下 一九分化五七分线上海岳岗 是的 好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 画面构成的一个问题啊 上下左右的一个重量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表现你的这个数学中心这块 就构成这个东西的话 它更多的是要把你的整个画面的一个主体物 给它表现出来嘛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它的这一个留白 怎么样呢 就是它下方的这一个空隙会比上方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你不能是说完全的把你的这一个人物呢 就是就是底拢啊 就是上下是就是刚好摆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的 啊 这样子是不行的 就是这里跟这里的长 宽度是一样的 这样子其实不太好 你可以干嘛呢 就是把把整个呢 往上抬一下 往上抬一下 为啥呢 就是让你的整个画面能有一个这种上升的一个趋势 啊 它会有一种莫名的一个视觉上移的一个感觉 就把你的这个视觉中心的挪到 就是影响到往脸上这一块 所以这里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 然后再来就是左右啊 左右那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呃 外轮廓这一块 就你看哈 如果是说我把它的整体的一个外轮廓比较复杂的这些点 全部都放在右侧啊 我这些我这些就是这些左侧这里就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你会发现整体的一个画面 它的左右其实是 其实是怎么样 失重了的一个情况 就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看点在那里 对不对 就会显得你的这个画面比较的单调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就要去注意到这些比较小的一个问题啊 呃 然后就是利用服装和特效去进行图形的一个 构成增加和穿插 呃 像利用服装和特效的话呢 比较简单 就是有一些 他的这个人物设定哈 服装上来讲的话是比较简洁一点的 他不会 有些项目他本身就是那种走简约化一些的 原因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的嘛 很多他的那个项目是需要去做3D的一个建模 如果你把他的这个服装设计的过于 笼杂的话 他可能你就没有办法 建模的时候就给他建的特别的就是流畅 啊 建模是可能会飞奔过来 到美术组来打你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在这种服装比较紧约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利用这个服装的一个飘动 对吧我来一些些这种衣服的一个动态 来来一个这种衣服上的一个这种动态 我们去增加一下整体的一个外轮廓上面的一些变化 而不是说就单纯的画一个衣服摆在那就完了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特效这一块 然后像特效的话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讲到那一节课 特效的话呢 就是我们往往往会去做一些什么烟尘呀 啊火焰呀 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把我们的一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去给他衬托出来 对不对 就比如说像 这种就是火系的一个人物的话 可能会去就是加一些些这种火焰的一个感觉 在你的这个人物周围 对不对 去把他的那种气势去给他烘托出来 啊除此之外 除了烘托气势之外呢 还还可以干嘛 把你的这一个人物的一个外轮廓 给他变得比较的复杂一些 啊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一些 是不是 所以呢就会让我们的画面呢 显得更加的好看一点 对吧 所以呢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好啊 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些关于动态 这一块的一些问题 看看有没有什么理论上有疑问 有疑惑的啊 有疑问的 喝口水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做一种 一些小的一个练习 嗯 也是一样的哈 我是建议你 如果说你的人体接触不是很好的话 你可以先去找一些那种 比较简单的一个那种 小的一个体块 小的一个手办 手办的一些照片 去做 体快的练习 体快的一个练习 那像你的话 那像你的话 你在拿到这样的一个照片之后哈 不要立马动笔 就去抠他的一些细节 我们一定要先去把他的一个 就是人体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动态 啊 他的这个走势 我们先去大概的给他分析一下 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 啊 对了 这个人物体块的一个概括还记得吧 说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话 往往会去用这样的一个球体 去表现 啊 去表现他 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个脸 加上这样的一个脸 然后呢 一个脖子 啊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一个盆腔这一块 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 啊 理解成一个那种 七形体啊 这边 他的一个肩膀的一个走向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关节 这边是他的一个关节 图形概括也行 体就是你看你习惯用哪个吧 你可以用图形概括 也可以用体块的概括 然后这边是他的整体的一个脊椎的走向啊 然后这边是他的呃 这一个胸腔 然后再到他的这个盆腔 像盆腔这个块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当做一个小的梯形体去理解它 你也可以说把它当做一个 内裤啊 那种内裤的一个形状去理解它 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大腿 大腿 大腿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 圆柱体 然后这边是他的这个关节球 然后小腿 然后小腿 然后这边是他的这个关节球 然后再到他的这个小臂 对吧 也是把当做一个柱体去概括 是吧 这个是你直接可以在 这一个人物上面可以得到的一个体块向的一个信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你可以也是尝试着说把它的这个 就是整体的这种衣服的一个走向啊 你也可以大概的这样标一标 就相当于是说 你先去把它大概的一个倾向去画一下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去作为辅助之后呢 我们再说 去给他进行一个练习 这样的话你去画这个人物 他整体的一个倾向是比较明确的 他不会乱 然后像你害怕是说跟他的比例 换了不是很很理想的话 你可以考虑 去把它的这样的一个 高度哈 给他这样子卡一下哈 大概的去卡一下 OK 然后你在你在说 去把它大概的这一个趋势哈 去给他标一下 这个时候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连就是稍微带有一点点那种外轮廓的一个意识 我先讲这种 就是比较新手向的一个过程哈 然后那种稍微 难一点点的那种 我们就一会儿再说 然后你刚开始去起草的时候呢 你可以就是稍微带一点点 就把它的这些外轮库啊 那些也稍微去给他标一下 先大概的标一下他的这个位置吧 免得到时候画的太快 好 然后他的这个走向 然后脸 脸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轮廓的角度 好 眼睛 具体的一个位置 好 然后 就大概先把他的这个趋势哈 给他画一下 就前面你不要去抠细节啊 就是就是他就是一开始他草稿的时候就是会很丑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办法去避免 就是你前面就没有办法就给他画的所有东西都很细 你只能是说把他大概的一个样子 现在表现出来 然后我们后面再再说去进行一个稍微多一点的一个调整 然后你这边 然后你这边如果你想要练一下体块的话你就在这里 也顺带 就把他的这个体块也给他画上去 然后你在这个体块之上再去给他加衣服 好 这个地方是 是他的这个手部关节球的一个点 胸腔这里要往回 往里稍微收一些 然后这个是腰部 然后他的下半身这里 他下半身你就用一个那种 大概一个裙子的走向 去给他标一下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腿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手这一块也是 先大概的这样给他标一下 然后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再给他修整一下整体的一个细节 找一下位置 好 好 好 然后包括这里是他的这个手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他拎了一个小香包嘛 先把这个丑丑的一个大概的位置的定向给他弄出来 然后我们就再次进入之上就给他做调整 这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他的整体的一个细节了 然后编画呢 边去改一下他整体的一个细节的东西 可以调一个这个小窗口出来啊 就直接在工作区这个位置去给他新建 哦不对 哦不对这个排列这里 去给他为什么什么新建一个窗口出来 然后这样子给他弄出来啊 这个你应该知道 然后我们再去看他的一些细节的点 好 这个时候你就呃 不能是说就随便去画了哈 就是不能再抱有一个比较随便的一个心态去画 就是你这个时候要去把你的脸部的一些透视啊 啊 包括他 嗯 就稍微带一些些细节 就虽然我们这个可以理解成是说画速写的一个东西嘛 但是还是可以尽量是说呃为了锻炼自己可以稍微画的多一些细一些 我基本上因为因为我是半厚图画手啊 你知道就是稍微偏一点厚图人的话他都有一点点那种就前面瞎打草图 然后后面就开始慢慢修的那样的一个习惯 如果说你是想要走那种呃 金草类一点的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得画的仔细一些 稍微小一点 那你画了画着就会发现 有一些以前没有画对的东西 你就在这个时候给它调出来 突然卡住了 这个PS翻转它就不像Sign那么 像Sign那么好用 它每次翻转都要把你所有的这个图都翻一遍 就很烦 就会导致是说就很慢 把这些它的这个细节给它加上去 包括脸部的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起伏 把这脸稍微再大一点 然后这里是它的这个脖子的衔接处 这个眼睛也是可以稍微小一点 然后呢再把它的大概的这个头发 由这个中心点啊 你不用画得太细 就以一个概括小色块的一个形式 然后包括这里 这里你都刚好可以去把 额头发的一些小分组 你去练习一下 就在这边 然后这里它因为是个短发嘛 所以你在尤其是画短发的时候 你要让你的整一个头形啊 显得稍微的圆润一点 因为短发你一旦画扁了 或者说画的有点方 它都会有一些不好看 所以其实你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加入一些些 自己的一个理解进去 自己做一些改动哈 不一定你非得 啊这个参考就这么长的 我就一定这么画 不是这样的 整个的这个头形调整 稍微圆润一些些 好然后我们再去推 就是你看我们其实这边体块啊 就大体的位置我们是能找到的嘛 然后其他的像衣服啊 这些东西就按照一个这种大体的一个那种走向 去给它画上去 这的时候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衣服和身体的一个厚度的差度啊 差距 如果你没有把身体跟衣服的厚度的一个差距问题给它画出来的话 衣服可能就显出来画出来会有点平 所以就在画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边画边调整它的一些角度 就比如说我这里在画的时候 我就觉得画的有点太拱了 所以就往回收一些 边画边去推它的这个结构 你可以几个地方同时去找 同时去画 这个地方是它手那个关节球的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边 然后再到他的另外一个手臂上 就一点一点的去推 就在你之前打好的一个草图的技术之上 总之就是你前期画那个草图是不用画的太精致 然后像它有一些这种 就是有阴影卡的特别重的地方 你可以用那个重线去给它再加深一遍 加一下它的结构阴影 然后再到 下方就像裙摆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好画的 它就是一个阔形 然后再到臀这个地方 它是鼓起来的 然后到这个香包 然后再拿出这个地方 如果底衣草就是好 那么多 那么多 好 先把它这个大体的趋势确定一下 先不要去抠它那个细节 然后再倒腿 再倒腿 腿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 它基本的那种圆柱形的一个体积感 然后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机翼的起伏 鞋子就是那种普通的圆头鞋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在就是画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根草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需要你在精修去调整 所以不要顺着你的那个狂草去画 如果说你的那个草图比较的精致 就你把一些该修的东西在草图的阶段 你都去给它修了 那你说不去做大改 那还说得过去一点 这个腿稍微抬起来 完了PS的快捷键又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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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还需要调整 就把一些不自然的地方 也一起去给它画了 我一般来说的话 我会在画的时候 去把一些那种闭塞 还有一些比较重的点 去给它稍微再卡一下 相当于是说 你可以去把这个画面呢 适当的去完善一下 这个头这一块 可以稍微再小一点 我会继续多一点点 我会说 我会说 我会给你把这个画面的地方 我会让你用这个画面的地方 您要看这个画面的地方 我会说 我会把这个画面的地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候就是修些这种小的细枝末节的点 其实我就是就是你如果说没有时间画这么细的话 你就大概给弄一个大体造型就行了 你觉得你从今天到明天改画课你能画画几个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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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至于就是这个很简单 就看你嘛 你如果说要 要练 你想画 你就去试着画一画 你也可以选择是说 把之前的 我们教的这些东西 去给他画一下 也都行 看你自己吧 看你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然后先休息一下吧 你自己有没有画什么 你自己有没有画什么东西出来 就你现在画成什么样子了 那我看你这些东西呢 你现在看你这个东西的东西 你自己有没有画什么东西 你怎么看是什么地方 其实你可以找一些 就人画好的 立会去临摹练习也是可以的 立会去临摹练习 发给我了吗 马上我看一下 我登一下我的号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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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